建議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最近我們常講小學 或者更小的孩童 遭遇不測的案件 是希望大家在暑假期間 能多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 然而大部分的綁架案 綁匪似乎都是挑放學時間 似乎家長跟老師的警戒心最低 像是我們過去講過的林秉鴻懸案 然而這次是幼兒園老師 已經把孩子目送進了家門 卻還是被綁匪帶走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法那一天 桃園偏僻產業道路 經接一句男童教師 全師遭膠帶綑綁 手腳疑似被砍斷 家屬到場悲傷認屍 竟是遭歹徒撕票 幼遠老師護送到家 整隻釀成悲慘結局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江增彪辱同撕票案 時間回到1998年7月20號星期一 在台北縣鷹哥鎮光復街 一名母親傍晚下班回家 卻發現7歲就讀幼兒園的兒子 陳玉潔還沒回來 媽媽打電話詢問幼兒園 老師卻說已經目送他上樓 應該在家裡呀 不要晚間媽媽就接到了勒鼠電話 陳玉潔竟然遭人如種 海北縣鷹哥鎮幼童陳玉潔綁架案 發生在7月20號 當天下午5點左右 七歲大的陳玉潔 坐著幼稚園的娃娃車返回光復街家中 在老師的陪伴之下 按鈴開門走上二樓的家裡 老師目送他上樓之後才離開 可是卻在5點半左右 陳玉潔的媽媽下班回家沒有看到孩子 打電話到幼稚園詢問 當時就是確定有人 他家人開了這個門之後 我才會讓他進去 然後上二樓這樣子 那如果家裡沒有人 這個門應該是不會開的 習慣性的老師就把小朋友牽下來 然後去按了二樓的門名 後來啊這個門 樓一間大門就開了 開了啦 這小朋友就自己走進去了 那當然幼稚園老師以為說 是家裡的這個家屬把這個門打開 讓小孩子走上去 原本應該平安到家的陳玉潔 怎麼會被綁匪爐走呢 老師聽到也覺得不可思議 關上門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更誇張的是 綁匪一開口就要兩千萬元 大概7點鐘家屬接到電話了 就告訴他的媽媽 你的小孩在我手上 請你準備兩千萬現金 否則你就等著收拾 所以他媽媽很緊張啊 就不敢叫他不可以報案 這次繼白小燕林秉鴻之後 再度震驚社會的綁架案 陳家透過朋友報案 警方介入協助熟人 並全面封鎖消息 警方立即成立0720專案小組 但狡猾的綁匪 除了第一通電話 是用手機打的之外 其餘十通都是公共電話 而且發花地點遍布新竹 到台北縣板橋都有 不斷跟家屬討價還價 一掛電話立刻換點 很明顯就是不讓警方追蹤 最後贖金降到了200萬元 陸陸續續的我們接到了 一共十一通的歹徒的電話 因為晚上時間我們解密的時間 解密的細節有困難 所以我們到第二天 就二十一號 我們就知道歹徒第一通電話 是從新竹打過來了 所以我們對歹徒的手上持有的 這種機型跟大哥大的狀況 大概我們都知道了 警方根據目擊者發現 樹林復興路有一名可疑駕駛 開著一輛三門轎車 警方根據車號查出車主是一名女性 而且就住在陳玉杰家的對面 這條線索太關鍵了 綁匪很有可能就是車主的丈夫 這當警方計劃如何趁交款逮人時 不料綁票後第三天清晨 有人在桃園大溪西南裡 一處產業道路 發現了一具男童的嚼尸 死者的手腳全被砍斷 全身被膠帶綁住 死狀極為淒慘 焦黑的屍體看得出來是個小男孩 臉部被膠帶蒙住 手掌腳掌全斷都已經露出白骨 城市地點是在桃園大溪 一條農業道路草叢邊 警方立刻聯想到 兩天前發生在英哥的 七歲陳姓男童棒夾案 根據膠絲斷裂的牙齒 及焚屍後所殘留的衣物 和衣服上的小蜜蜂幼稚園標誌 但是家屬認定死者就是XXX 志祺死完肯定要進一步的解剖 我們才了解 但是應該是沒有另外的殺害的現場 被害人的爸爸非常地激動 他不願意見任何人 他的媽媽神情也非常激動 但是我們為什麼當時沒有逮捕 是基于家属一直认为说 希望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 没想到这部的迟疑 让陈玉杰惨遭杀害 而且竟然连手脚都断了 不过奇怪的是 就跟上回我们讲林炳虹悬案一样 歹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钱 金额已经谈好 且家属付得出来 为何要在取管前先残忍私票呢 一切问题的解答都在陈玉杰的邻居 也就是绑匪张曾彪的身上 除了现场开验和家属认识之外 解放同时接获英哥镇一名妇女报案 指称陈玉杰绑架案是他的丈夫张曾彪所为 解放立即联络他带回进行侦查 另外根据第一通勒熟电话来源 就是证明女子的行动电话 解放确定绑架私票案就是嫌犯张曾彪犯下 不过从另一方面却得知 张曾彪可能有财务危机 目前在逃的张曾彪 原本在英哥某公司担任仓储 上个月20号离职 公司表示张曾彪在两个月之前 曾经因为当会投导会 而和同事进行协调 是否因此铤而走险 没有赌啊赌啊 为什么要相信 没有 他也没有在工作 有啊在中国三轮 中国三轮 一条路最滚在市业的地方 你差不多没有过来 看到什么 看到张先生 我追问这两个人才看得到 一确认死者身份 警方马上行动 因为早在侦犯 陈欣男同绑架案的第二天 就已经锁定凶手是谁 只是担心肉票安全才没有行动 警方进入凶手家中大搜索 他太太要出门的时候 我们就问他 我们在现场来回头 我们就追问他 问他新生的一个行动 他变成说他都不知道 他现在都没跟他联络 警方在清晨发现尸体后 当天早上九点 就冲入了张增彪的家里要逮人 太太张吕丽秀却说 丈夫出去找工作 好几天都没回来 警方在屋内搜索 也一无所获 妻子真的不知情吗 太可疑了 今天的凌晨八点多 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大西亚被粉丝 就下令逮捕我们监控的人犯 就是现在我们盗案的嫌犯的太太 警方目前除了透过已经落网的张增彪的妻子 余力秀的公司进行追查外 也发布张增彪的进照 通令全国警方追查 张增彪被警方带回甄讯 还在媒体前向丈夫喊话 说不要连累到他跟小孩 赶快出来不要再躲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看似他好像真的完全状况外 但警方不死心 下午二度突袭进屋搜索 皇天不负苦心人 这回终于有了关键发现 没有任何温乱的一个情况 包括抽屉里面的内股 他都折得很好堆置在家里 但是在他的这个整个衣架 整把的衣服后面有一个果冻 那他变称说这个是因为 他先生为了这个避免 这些讨战人来跟他追债 所以躲藏了一些地方 那后来还是被我们从里面 把他挖出来 这个歹徒他是躲在这个衣�这边 那他可以说进来这边 警方宣布侦破幼童陈玉杰绑架撕票案 并在昨天晚间七点左右 将嫌犯张增标从光复街的家中带出 张增标共称是因为导会欠下数百万元的债务 才犯下此案 不过嫌犯否认砍断幼童的手脚 我没有砍断啊 那他手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不知道 否认砍断男童的手脚 不过低头后悔也挽回不了一条命 法医解剖验尸 确定是死后焚尸 手掌脚掌会断 应该是胶带预热收缩 导致手脚关节处紧锋而断裂 还要进一步比对DNA 才能够确定这个小孩子的身份 因为尸体烧焦的是很厉害了 手脚香烟看起来 应该不是先被砍掉的 应该是烧掉的 陈玉杰家属万万想不到 住在对面三楼几乎没有往来的邻居 居然将孩子掳走 还残忍杀害 警方将人带回现场模拟 家属再也忍不住愤怒 上前就是一阵痛打 好 现在要一阵 干什么 别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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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三十秒 休闲被打得头破血流 警方马上把家属拉开 休闲里有等你休闲了什么 天堂的 现年四十岁 没有前科 原本有正当工作的张增彪 却犯下震惊社会的 绑架杀害幼童案 原因只有一个 钱 你那些债务到底是怎么欠的 那就 那会啊 朋友 朋友 朋友跟那朋友跑掉 我要负责起来 你到底要负责多少钱 你一个人应该是要还 原本是要还多少的债务 多少钱一个人 就七百百万的样子 没有工作 还得面临岛会追债的压力 张增彪想起住在对面的 陈玉杰一家 在鹰哥当地算是望族 曾祖父还是台湾光复后 第一任的鹰哥镇长 拥有不小的土地 肯定也有钱 于是 动了歪脑筋 没有 他这家算小康 我那也是 小康家庭而已 他算起来 他就 住二楼 算起来 老头已经 扶回那间座廊 那间座廊 那间座廊 那座廊 没有 他算起来 以前五楼 是哪里的 五楼就 一年多钱都没抓 其实现在的陈嘉仁 家境状况 已经不如过去 原本只有两个女儿 在十几年后 好不容易才生下男童 及家人宠爱于一生 没想到案发当天 幼稚园大班下课 坐娃娃车都已经到了家门口 张泽彪却早已埋伏在 住家地下室 准备绑架 哪知道 事实上 这个嫌犯 就躲在楼梯间大门的后面 这个门是嫌犯打开的 当这个承讯的血统 一进去之后 这个嫌犯马上把他抱住 嘴巴捂住 然后就把他带到地下室 然后这地下室 他的车 他的车 已经异常在地下室 入网之后的张真彪 始终畏缩低头 面带羞愧 他直说自己对不起大家 犯下重案 纯粹是临时起意 他按电停按很久了 我当时不知道是谁 我只是开门想出去 他刚好进来 后来他上奥楼的时候 后来我忽然想到的样子 这样就转过去 从他后面 把他盖住他的嘴跟 用手遮他的嘴跟眼睛 我就把他抱下去 这样子 控制小朋友的行动 绑在后座 张真彪逼问家里的电话 开始南北跑 用公共电话勒赎陈家 过程中一度碰到了警察 他连忙把小孩子塞进了行李箱 这时候陈玉杰 却用脚不断的踢行李箱的隔板 企图发出声响 吸引警察的注意 却没想到这个动作激怒了张真彪 用胶带把这个血统前身 除了脖子以下 前身把它捆绑 前身把它捆绑起来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帆布袋 只有露出头部 同时把这个血统放在后行李箱 因为当时七月份的时候 外面的温度大概都三十七八度 太阳光非常的强 所以当时这个小朋友 在晚上被绑架之后 这个血统都没有给他吃也没给他喝水 全部都给他放在车子后行李箱 隔天早上进进中午所 就已经休克所 慌了手脚的张真彪 买了十公升汽油 把男同尸体焚烧灭积 但是第一通勒鼠电话早就漏了线 锁定拨号手机是吕立秀 也就是张真彪的妻子 不过他否认知情 让家属很难接受 因为他既然知道张真彪已经死了 他说张真彪打电话跟他讲说他绑小孩 那他就应该要报案说是他张真彪 说他完全没有报案 是在家里等着警察去抓他 经过一夜的拘留 张真彪上午被移送到板桥地检署收押 警察官也马上召开侦察庭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张真彪的太太李立秀 游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 被告的太太已经被刑方交保之后 现在人已经不知去向 以人已经不知去向 那我们要如何再把他人找来 这可能要非常大的一个心理 张真彪罪证确凿 等待他的是死刑审判 而其实张呂绿秀到底有没有涉案 算不算杀人共犯呢 成了全案的另一个焦点 但至少向警方说谎 算是藏匿原犯吧 1998年10月20日 一审判决出炉 跌破大家眼睛 犯下今年7月份 英哥学同陈玉杰绑架 撕票案的胸贤张真彪 20号板桥地方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胸贤张真彪 辱人勒俗 杀害被害人 又企图毁尸灭基 被判处死刑 而张真彪的妻子张呂绿秀 也被怀疑涉入此案 同时有长逆胸贤的嫌疑 不过监警所提出的疑点被法院推翻 张呂绿秀被判无罪 因为这中间疑点很多 比如像7月20号下午5点左右 我儿子被张真彪抓走的时候 张真彪就把车子开往树林 而呂绿秀也是在这个时间前往树林 然后案发之后 20号案发之后到22号凌晨 她的夫妻这中间总共共通 大概有互通的三十几通的电话 法官认定就是说 不可以认为说是夫妻关系 就当然知道说就有长逆的行为 而且这个地点是张真彪的家里 他本来就可以自由进出 索性检察官上诉后 最高院法官认为 他的确有藏匿人犯的事实 判决他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五年定验 而张真彪则在2000年4月26日 判决死刑三审定验 两个月后实任法务部长陈定然上任 签下了他首张死刑执行令 每天都有人上门讨债 张真彪决定铤而走险 却害死一条无辜生命 两年后判处死刑定验 枪决伏法 陈玉杰的母亲曾经说过 案发当天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跟她说 妈妈我今天不要去学校可不可以 结果妈妈坚持要让她去上学 竟是一去不回 成了她一辈子最心痛的遗憾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有想法小伙伴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最后让老Z工商时间一下 Omicron疫情严峻 防疫生活很重要 水神微酸性电解次力酸水生成机 可以让您轻松在家对抗病菌 现在只要输入老Z推荐代码 CTI527就可以获得折扣 详情请上快点购网站 还有更多优惠哦 我是老Z我们下期见 光往水神微酸性电解次力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 跟物品的行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神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神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神随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